大家好,我是天豪老师 欢迎来到社会科的学习领域 这次我们说历史 别急,不用太担心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观念开始说起 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呢 通常说到历史 大家都想要是听故事嘛 没错 历史就是以前发生的事 然后我们把它说出来 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 刚刚这个解释里面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了 以前发生的事 然后把它说出来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 答案是,要靠人家记录 所以啦,历史的事实 跟它被记录下来的 就会有一点点差别哦 如果有人记录的时候 采用了不同的标准 他记下来的时候呢 刻意多了或少了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看到的事实就不一定了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 都是事实哦 那,该怎么判断呢 别担心 我会在课程里面帮各位做出一些评价 当然啦,我还会试着训练各位 也自己做出一些评价 这就是历史事实 历史记录 跟历史解释三者的关系啦 还有啊 等你学得比较完整之后呢 你会发现 考题其实就是在考这三个东西 接着呢,我们来研究一下 怎么记吧 诶,需要记录一件事情,要先设定标准 以历史来说,就是年 可是,要怎么记年呢 最好的方法是 找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标准 因为这样我只要一说 大家就都知道 西元是全世界最通用的标准 不过因为它是宗教观念 是跟耶稣有关的 有些人不喜欢用 那么古中国呢 可以使用帝王作为标准 这在古中国大家都接受 比如说用清朝的年号 但是今天早就没有清朝了 所以用西元可能比用中国帝王的更实用 我以后也是用这个标准 我通常是不再额外付出说 它是中国的什么什么帝王 我们就用西元做标准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惯用的东西 还是会碰到传统的东西 比如说甘之 比如说讲甲午战争 它为什么叫甲午战争呢 其实就是用甘之纪年来计算 而且因为讲久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就一直使用它啦 那如果讲最近的这100年内发生的事情 用民国是最顺的 当然啦 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么乱啊 头好痛 看一下 的确是蛮容易头痛的 比如说同一件事情 台湾开港通商 就会有西元纪年 帝王纪年 还有甘之纪年等等 那要不要全部都背啊 这当然是不用啦 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说 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纪年标准 那我会统一都使用最上面这种 为什么 因为阿拉伯书是看起来最顺眼嘛 而且纪年的真正目标 比如说来我们往后看 真正目标是什么 其实是划分时期 所以只要知道先后顺序跟因果关系就好 不用太纠结 那具体来说历史应该怎么划分呢 是不是距离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 就一定分成不同的阶段 这倒不是 它不是用那个年份多少来分 通常是用历史发展的阶段来分 有文字跟美文字就分成两段 还有啊 中国可以用朝代来分 而世界史呢 可以用发展阶段来分 当然啦 这些都是后面的年纪才会碰到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要学简单了就好了 最后 回到我们身边的台湾吧 如果我想了解台湾的历史分歧啊 那应该怎么看呢 一开始当然先是史前时代 那我们距离那么遥远的史前时代 有什么具体的连结吗 干嘛要学习它呢 我帮你点出三个点 第一个 五万年前左右就有台湾的人住在这里 不过呢 他们当然是没有文字的 所以我们只能靠他们留下来的遗物来理解他们 但是这些古代的台湾人啊 其实也有不同的阶段 所以就算没有文字 也是可以分出不同的时期的 最后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原住民族的祖先 当然也就是间接的是我们的祖先 所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必要的啦 那具体来说就是大家最害怕这个 我稍微让你看一下年份 我说我这看到这种数字就觉得胆战心惊的 背不起来 我相信这样的小朋友蛮多的 不用着急 我也不想叫你背 我只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下 进入历史时代之后 我们一样是用发展阶段来分 那我以后会付出年份给你吗 会 但是付年代的目的是 让你稍微感受一下 它大概距禁多久 还有啊 它大概发展了多久 比如说呢 这个就很长 15世纪 这个贴局是什么 是世纪的意思 15世纪末 那1683是16世纪吗 这是常见的错误哦 如果你有红笔可以先拿出来 1683是17世纪 而且83代表那100年已经走了83年了 差不多也可以算是17世纪末 所以这个台湾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时期 大概就持续了两个世纪左右 以后我们再讲科文的时候 我都会大概顺着这个方式说 那后面的 当然就依此惯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